大家好,我是湯麗熊,Kimi 今天為大家推介兩隻股份 首先,第一隻股份是中國平安 平保這隻股份一直都在南籌股裏 一個比較穩固的股份 但在過往時,看到它曾經回到高位 接近九十多元的水平時 股價就持續向下 接著今年三月的時候 發生一個煞股值的情況出現下 平保也是跟著三月份和四月份的走勢持續向下 但去到五月中的時候 就有漸轉走勢向好的情況 一度更加穿到80元的水平 直到最近的時候,就曾經重返到85元的水平 最近見到美匯非常弱勢 特別見到美國的通脹水平非常高 特別是CPI的數據 幾次數據亦都顯示 已經創了美國歷史通脹新高 所以令到美國有加息壓力 但你看到 每一次美國聯儲局的一些主要官員 他們一放風就說可能要做加息決定的時候 美股就會非常之動盪 市場對於美國加息的決定是非常表態負面 所以對於一些美國聯儲局官員來說 他們未必會進行加息的決定 反而會加快和中國就一個貿易協商的決定 其實在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見到美匯最高去到93的位置之後 一直就已經反覆向下 去到90的位置 所以可以說 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美匯指數93已經見頂 所以暫時亦都可以看好 人民幣的走勢可以持續走強 亦都解說為何這兩個星期的時候 人民幣會不斷創新高 因為委美匯亦都處於一個非常之弱的弱勢 而美聯儲官員亦都不敢加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人民幣走勢非常之強 就可以留意一些中資金融股 特別是平保這隻股份 因為它仍然是藍籌股內險股裏最大的股份之一 而且你看它的股價已經回復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至於中國平安的技術走勢分析方面 亦都見到它的支持位在81.6的位置 如果在81.6的支持位未穿破 有望持續反彈到85元的流上 如果85元這個水平可以維持到 仍然可以回到之前2月份的高位 另一隻為大家推介的股份 就是金碟國際268 大家看到金碟國際268 是屬於SARS SAAS版塊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股份 除了SARS版塊 有微盟集團 有中國有賺 亦都有對巴之外 金碟國際亦是其中一個代表 不過金碟國際 你見到它最近的股價 確實是一個明顯的反彈 但反而其他SARS股份 例如微盟集團 又或者對巴 它們仍然都有一個反彈 但反彈幅度沒有268金碟國際那麼高 其實看整個SARS版塊 已經持續弱勢很久 由3月份殺股值和殺生經濟股開始的時候 一些SARS版塊 已經由高位回套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特別好像微盟 見到它已經由2月份高位30多元 已經曾經回落到4月份的時候 接近差不多15至16元的水平 所以已經高位回套了一半 268金碟國際亦都一樣 股價已經由高位回套了超過一半 而最近你見到SARS版塊 未必有太多資金流入 資金始終重度流入到一些醫美版塊 醫藥股、生物科技股 甚至都見到最近一些科技股 有少少反彈的趨勢 所以你見到這樣的情況下 SARS股份是可以值得考慮 因為資金還未流入的時候 就要盡早作為這個部署 見到最近有基金進行增持 由4月份開始 已經有幾個基金增持268股份 當中包括貝萊德這支基金 金碟國際在2020年業績裡 曾經說過 他們要將雲業務作為重心 所以在2020年 雲業務已經由去年的40幾%和30幾% 增加至今年的50幾% 超過一伯 這個轉型業務會繼續進行 但相信這個業務會非常成功 如果金碟國際這個轉型時向可以盡早進行 是否完成的話 相信對它的股價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亦都可以成為一個比較大的SARS龍頭 如果我們再看看268金碟國際技術分析的話 亦都見到它的股價曾經最低跌到22.4的水平 到現在已經反彈到32元樓上 下一個阻力位就是大概34元的水平 如果34元的阻力位水平可以突破的話 有望就可以回到2月份的高位 以上的股份我自己本人並沒有持有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對我的投資意見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秒頭裏搜尋Kimi買股必勝法